你们的给大家报了最爱主播王哥 你就给我翻页啊 你就给我翻页好了咱们现在的话是这两只宝宝盒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只是云游火的必带技能都已经顶掉了 吸血鬼的夜战鬼魂弱点也顶掉了 这个是什么高居 什么敏捷合纵啊 独行的都已经干掉了 老板的宝宝元宵真经都已经基本吃过了 元宵真经都已经吃过了 甚至啊 这只宝宝的话水晶膏都已经吃过了 水晶膏都已经吃过了 这是1.28没法吃啊 就是一把超级极限成长 满技能9加9 这只宝宝 这只宝宝如果合不出一个9技能以上的话 会获得我们的一份零食礼包的保障 好吗 这些只爱看老王直播的老板提供的暴力9加9回路资源 云游火放钱吸血鬼放后 满技能9加9加18啊 1818的话再加吸血鬼的三个天赋技能 满技能21技能啊 现在梦幻西游最高的吸血鬼技能的话应该17个啊 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老王 来三二一给我出翻译 喝出了吸血鬼啊 成就就变有涉猎 出的是一个宝宝啊 没有9就9技能加9技能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 公资差 房资差 体资差 法资差 素资也不高 成长的话还是超越了极限 4个技能啊 夜战鬼魂弱点啊 现在起码有啊 反正还有7个技能有了 弱点有了 7个技能包有啊 8个技能有啊 8技能吸血鬼 还能再回一个虚迷啊 啊 回虚迷也没啥用 其实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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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